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发生在今天 它里面透显出在今天的中国大陆的社会环境中 我们看到的故事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残酷的 坦白说非常残酷 人们有钱的没钱的 都看不到生命的品质 你不能这么说 人们一切都用价钱来衡量 今天人们用钱去衡量 却缺失了人真实的那一面 所以当他一面更加疯狂的时候 你看到跟烂肉这一面 肉欲这一面非常疯狂的时候 你看到的另外一面完全缺失 这是一个很典型 但这一份缺失呢 可并不是被很多人 绝大多数人没有认为那是缺失 没有 甚至你在胡说 他是这么看法 所以人们的观点是不同的 人们的看问题的利点是不同的 那这个是昨天今天的 在资博烧烤 那资博烤烤呢 所有进入资博的 你可以看到他 你要经过这个 这个叫什么 监视器 警察 查包 要检查 所有 这是临时知起来 人们要经过这个门 一个一个过来 我相信 可能你的身份证一类 驾照一类的 他可能都会查 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信任 对吧 大家出来玩的一切呢 人们习惯于这种东西 今天中共国人习惯于这份东西 习惯于这份管制 因为都为了自己的安全 所以会有很多人称道这样的东西 认为这是对别人的负责任 是吧 而我个人说是 他代表着整个人性沦落之后的 一种真实的一面 人性沦落之深 让在身在其中的和旁观的人认为 你胡说 这是应该理所当然的 所以人们惧怕的 沦丧的 失缺失的 人们又在向往的追逐的 就是内在的人的品质全都没了 人们剩下的是一种金钱 是一种金钱的一种堆砌 堆砌也好 怎么样也好 我觉得都可以 这里面是应该是一种 招商的什么 什么什么节日 没有人去 这个东西就 这个东西就不好说了 有些地方OK 有些地方就不OK了 这是有人发了一张照片 发这张照片 应该意思是故宫了 有些人认为它是假的 我不好说是真是假 那有一个人说它是假的 原因是因为 这些类似国家一级的公园 现在卖票呢 都是网上卖票 是有限制的 所以他说不可能是有这么多 网上卖票是有限制的 有些票都卖完了 可能 那我不知道 但我没有 因为这么多长时间没有回过国了 但我知道 比如说像 像一些著名的 罗马也好 巴黎也好 很多地方是网上卖票 这也是事实 它控制这个人流 目的是这个 那网上卖票多少 控制多少人流 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另外一回事 对不对 网上卖票就一定可以控制什么样 人流不知道 这就是很有趣的 那无论多少 它代表着 故宫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子 整个故宫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 它不是一万千 它喊万岁 但是它差一点 来代表着它的 至高的地位 而人们却把它 在现实生活中 把它斥为 封建民信 但当过节的时候 劳动节的时候 人们蜂拥而至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很有趣很有趣的故事 对吧 说 你们家房子 我们家房子 如果我有 故宫里那半间房子 我跟你说 我得 我得 发多大财 我得积多大德 发多大财 向党宣誓 向党宣誓 你要放在一起 你就知道 这个社会的扭曲 崩溃 但人们又没有 没有任何意 我以为人们没有任何意识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没说自己去死 别让这个人说 你别派了 别派了 见不掉人别派了 我只能说 很有趣了 那这段呢 是这个伙计 在年轻的时候 一段讲课 在讲独裁 人们就混杂在一起了 没有一个人不说你英明了 你坚持我的判断是最英明的 所以你看没有一个人 做出合理的判断来 二十世纪三大暴君 希德哥 斯大林 毛泽东 全是这个德烟 全是这个德烟 是吧 三大法旗子 都被德烟 是吧 没有一个他能判断做出合理的判断 独裁统治没有一个长久的位置 就是是吧 你听不听不同意见去 是吧 你听不听不同意见 是吧 你坚听则明 偏听则外 你老是给你喊万岁万岁万岁 你真以为自己万岁 什么都会他能万岁 王他才万岁的 是吧 所以你这个太可怕了 你的东西 是吧 太可怕了 所以以后毛泽东 就是在这件事之前 中共党员认为 党永远是对的 在这件事之后 中共的党员的认为 党的领袖永远是对的 这句话 就他最后这句话 我觉得是这么回事 在二十大之前 党永远是对的 在二十大之后 党的领袖习近平永远是对的 这就是习近平篡得了党权 就是颠覆中共政权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是这样 那在中国的社会当中 原来都是隐喻的 毛泽东的年代 是因为在他周围呢 有一批跟他不相上下的人 所以他要经过残酷斗争 那习近平不是 习近平完全借助这个体制 跟命运 我只能说命运 他获得了这个故事 所以他在阐述这一份荒唐 那这是在黄山 这是在黄山29号 大家要明白 这是在黄山去玩的 有钱 到了黄山买不起黄山的 当然他肯定没有住旅馆了 那又买不起帐篷 就住在公共厕所里了 人们睡在公共厕所里 在哪不是睡 我问你 你说他是有钱还是没钱 他是旅游享受还是受罪 他到底为什么 你就说 为什么 我觉得 我觉得每个顾 大家可以 这个问题不难 这个问题又很难 对吧 一点不难 一点不难又很难 这是在柳州 广西柳州 我们不知道他在挖什么地方 是在挖一个 反正就是在挖这么一个地方 那挖这个地方呢 结果这个人呢 那个人不让挖了 他肯定是就把把一辆这个车就给开那 这个挖土这爷们也挺绝 对吧 直接就挖了一个大石头 一块一块水泥堆的 就给他就给他干掉 这是今天中共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你要知道 开这个开这个挖土机的 他就是一个工人 他就是个工人 你不能说他有社会地位 对不对 然后人说 不对 那是有人给他下命令 有人让你杀人 你杀吗 那今天就是 这故事就来了 对不对 所以有人给下命令 被下命令的人 会失去任何人的基本素养 被称为人的基本素养 那开这么个车往那挡 那他也 他如果有权势的话 他如果有权势的话 他不用开车 对不对 他把那个 他把那个弄挖土机的给他抓了就完了 这就是普通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发生在29号 29号那也是黄金周 我不知道是不是甘肃还是北京 清真寺要升国旗的 对吧 那当然了 那少林寺升完国旗 清真寺 你当然就得升国旗了 这个宗教的本身 应该跟国家是两回事的 应该是跟国家两回事的 但是事实就这样的发生了 这是中国政法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的 一个女生用了留学生的浴室 洗完澡之后老师质问她 你有资格 中国的政法大学 出来都是要当律师干法律的 要干法律的 干法律这词用的 我觉得挺对的 他们都是来干法律的 是干掉了还是干掉 不知道 然后她的老师问她 你有资格用留学生的浴室吗 我觉得这个 是这么回事 你得问问自个儿 开玩笑啊你 对不对 那政法大学的学生出门 是不是都是干法律的 八九六四的时候 政法大学是去抗议的 最主要的学校之一 这是很有趣很悲剧的 很有趣 我只能说很有趣很悲剧的 这么一个概念 农业城管出来 农业城管 农馆出来了 他没有解释 为什么要轰这猪 但城管来了 农馆来了 据说要杀这猪啊 还是不许卖啊 还是怎么样 但是这是农馆出手了 还是杀掉这些猪 那所有这些 原来呢 邓小平年代叫 隔掉资本主义的尾巴 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当权派 那是邓小平 所以今天 习近平在农村的做法 在农村做法 就是当初第三次 打倒邓小平的理由 完全一样的理由 他没有任何创新啊 而这个理由的本身 就是不许别人负钱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了 给我看起来是一只烤乳猪 应该是一只烤乳猪 这是今天的国人 他也没有解释 这是在宴会呢 他还是在宴会呢 很多人活着 活着的本身就是个笑话 不开玩笑 刚才旁边很多人在录 对吧 活着的本身 生命存在的本身 你就是个笑话 这个笑话本身不是别人 是你自己非常理直气壮的 表达的过程中 这个东西不新鲜的 对不对 到处都是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 我觉得很正常 这一份呢 我怀疑是个嘲讽的 我怀疑是有可能是电脑做的 或者嘲讽 种水稻 习近平不是要种粮食吗 在马路上种水稻 这是人们嘲讽的 我胆态白说 这可能是电脑做的 这个东西现在真真假假的 但不妨碍人们 但不妨碍人们去表达自己的愤怒 铲除所有的资本主义的尾巴 农副产品 只能种粮食 只能种粮食 不能有任何其他的 那这是奔小康 这是把人家 把人一个棚子给 我不知道这个棚子是干嘛的 但这个农馆就给干掉了 农馆的数量 最终的数量应该是八万七千人 现在是八万 大概八万两千人 对不对 大概八万两千人 所以那种什么 种什么 要国家下杂兵力 国家让你种什么就种什么 你种什么 那是跟国家对抗 对吧 国家缺什么 你就要种什么 今天国家缺白面 你就得种小麦 今天国家缺大米 你就得种水稻 至于那块地方 能不能种水稻 那需要你展开你的智慧跟想法 毛泽东的故居 毛泽东的故居 这是人们去朝拜他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他就这样了 在今天中国社会中就是这样 所以人们把共产党 其实当成类似 共产党的魔鬼 当成神一样的在供奉 这是真真切切 当成神一样在供奉 这是28号在南京 很奇怪的一段 有个人 夫妇两个人从高楼上 把冰箱给扔下来 为什么 不知道 但是 所以也没有人 没有砸死人 咱们为什么这么干 就人们为什么这么干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很令人感触的 这是一个 这是今天旅游的 我们想不清楚 我没有经历这地方是哪 但是从他这个建筑物的柱子上 这是一个类似庙宇的地方 因为这是一个很老的柱子 这个木头是很老的 应该是类似这种地方 这是今天中国人的旅游 所以我还是说那话 你说他是有钱吗 还是没钱 你不能说他没钱 但他富有吗 不知道 所以这个人开玩笑说 就这么急 你就不怕怀孕吗 这是开玩笑了 那这个是蛮有趣的 这是深圳 今天的应该是5月1号的深圳 他没说是哪 说这是报复性旅游 我觉得你怎么样都可以 我个人觉得 这就是 这是在扼杀个体之后 在今天的中共国人 扼杀个体之后 人们几代人失去了 自我尊严的认知跟定位之后的 一种自然表达 我眼睛里看到自然表达 这是泰山 泰山应该是 上面是南 应该是 上面应该是南天门 可能是南天门 那个台阶是多少 忘了 880几个台阶 去过 那都很早去过 那这就是今天旅游的场面 跟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个这个 长城概念差不多 对吧 你不能说人们没有富有 真的是富有了 那人们在借助这样的一个环境时间呢 人们去 去一种家庭的概念 所以中国人多 一多就就成这样 北京人有句话叫花钱买 买罪手 那花钱买罪手 这是 汉地插秧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汉地插秧 中国人发明的 汉地插秧 就这个地方被要求种水稻 所以就汉地插秧了 我个人插过秧 插过秧 小玄农插过秧 不是这么插的 那个有马鳖 我们知道 那个要在 就是水呢 大概骑小肚子 过了脚脖子 这是今天 今天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要求所有中国人 要要种粮食 所以我们说 到底是备战 是闹粮荒 还是活生生的 要把中国人断粮 这东西肯定会断粮的 没饭吃的 你都 我觉得都有可能的 但这是事实了 这是在哈尔滨 把树砍了 把树砍了 叫毁林务农 大概是 把树砍了 是为了把这块地方 要种粮食 哈尔滨黑土地 所以这个 我以为这就不仅是折腾了 这个不仅是折腾了 那这个是更有趣的了 我说起心里话 我搞不清楚 他是在拍电影呢 他真的是在拍电影呢 还是在真的 他把山坡 他把山坡开成了一个水稻田 梯田 梯田上的种水稻 那水怎么引上去的 他没说 但是呢 人们呢 是女人在前面拉梨 男人在后面扶梨 基本都是 都是这一套 对吧 男人在后面扶梨 女人在后面拉梨 为什么这么干 而且每一层都有 你看到 每一层都有 很多女人戴着 戴着这个帽子呢 给我感觉是统一发的 所以 到底是在拍电影 是假的 还是真的 现实中是真的 不清楚 但我们看到过 看到过一个 就这么一片地方呢 给他改成梯田 把原来的东西 都给弄了 然后改成梯田 我为什么说 可能拍电影呢 因为旁边并没有这么干 旁边可能也有 但人们的荒谬 就是这个社会的荒谬 可以达到 在山坡上 弄出梯田 把水怎么弄上去 不知道水怎么上去 然后要种水稻 而另外有个视频呢 是把水稻给刨了 因为呢 领导要种小麦 这是今天的中国社会 发生在5月1号 所以习近平最伟大的地方 他一定毁掉中共国 他的荒谬的一切 你看不到任何中共国民的反抗 那就是活该了 这是命运 对不对 这是命运 他无论怎么荒谬 你都看不到反抗 而他的做法 就是硬了天意 天灭中共 是习近平自己说的 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这就叫天灭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